你知道女人最喜欢男人叫她什么吗? 我先来问问你,你平时都是怎么称呼女生的呢? 是不是美女啊,小姐姐呀,土不土啊? 那我告诉你,称呼不对,努力白费 今天呢,我就教你几个称呼,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挡得住的 尤其是最后一个,赶紧点赞,收藏起来,好好的去学一下 第一个呢,就是臭宝 这个称呼呢,既神秘,又不会像宝贝儿那么油腻 而且呢,还有点呢,开玩笑的意思 就像女生叫你小坏蛋是一样的 但女生听到你这么叫她呢,肯定是伸手打你一下 我哪里臭了 你们聊天的氛围就会瞬间变得很轻松 在无形之中呢,就升级了你们的关系 第二个呢,是小朋友 我跟你说啊,其实每个女人呢,都渴望被宠爱,被照顾 这样的称呼呢,会让她有一种想要撒娇的冲动 听起来年轻又可爱 第三个称呼呢,是小乖乖 这样叫呢,虽然没有那么甜蜜肉麻 但是呢,会给女生一种专属的感觉 乖乖呢,这个词啊,会让女生呢 忍不住的想让你有摸头杀的冲动 另外呢,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 就是你以后跟女生聊天的时候呢 嗯,不知道说什么 可以到我的评论区去看一看 有很多高情商的聊天话术哦 一个会说话的男人呢,几乎是没有女人不喜欢的 欢迎留下你的撩妹技巧 让更多的人学习到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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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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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